为什么你要去做一个1400多户的社区主委呢 在这里面你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是为了要付钱吗 还是要为了什么样的原因 你要来做一个1400户社区的主委 前不久这个社区发生了一个故事 一个在社区里面三天没有下楼 没有经过电梯的住户 管理员去打招呼 去关心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发现他没有回应 最后请所将还有警察来紧急开门 然后把他救出来 当时他摊在一滩血的上面 这个是有新闻的报道 那我为什么在这当下情绪很低落的原因 就是最后这个老人还是死掉了 而这也是我真正为什么要来做这个社区委员真正的故事 我没有办法去提前让管理员去关心这些独居的老人 最终他们还是走了 三天真的是不够的 如果我可以让管理员在两天或者一天没有持扣感应记录的时候 就主动去关心这些住户的话 也许他不用这么的可怜 然后就在自己的房子里面老死掉了 在这个社区里面以前曾经有住户老死在社区里面 十几二十天都臭掉了 然后其他邻居闻到才知道 我们也许做了一点点的帮助 让这个社区比较辛苦的人 他在感应扣超过三天没有去感应的话 我们会请管理员上去关心一下 但1400多户的社区要做到这样 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可以更早花时间去让管理员去做这件事情 也许他可以不用就这样的往生 我会来接这个社区的委员 甚至投身下来做一些很多事情 其实源自于一个社区的厂商 当时因为社区有一些其他人在把持着社区 把社区的钱拿去随便乱花用 然后经费跟工程都是腐烂保的 然后事情都没有做好 他其实花很大的心力想要进入 可是他不是区分所有权人 所以他没有资格 那我当时因为有一间房子 被这些前委员们给弄到漏水 然后我请他们处理 他们不愿意处理 那我想要把房子卖掉 理论上我不可能卖到当时的合理价格 而这个厂商黄大哥他愿意 用当时上队高价的价格 帮我把房子买下来 我很感动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法律相关的专业 所以我就跳下来 协助他们把不应该留在社区的人 慢慢的用法律的诉售请他们离开 后来把他们请离开以后 这个社区还是有很多事情 因为1400多户不是很多人愿意 跳下来处理的一个社区 很多事情你必须要亲自在这个社区 你有感觉你才有办法去做到 比较细腻的服务和协助 例如曾经就有一个管理公司 他仗势着他认为我们不可能在过年的期间 把他给换掉 然后硬要加6万块的管理费 我当时我也很不舒服 我想不出来你凭什么有这个资格 要去加6万块的管理费 我就说那你们至少服务的品质要变好 不要看手机等等的事情 而最后这个管理公司 不但把他们自己签署出来的公文 也就是说看手机要罚2000块这些 全部否认掉 然后我正法再去找另外一个管理公司 来去衔接 而这个衔接的时间点竟然是除夕 1400多户的社区 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好介入的 社区的主委也不是很好去担任的一个角色 会有很多的人来跟你寄活 可是当你发现也许你有机会去 让一些本来就比较辛苦的老人 可以活稍微久一点点 活稍微再好一点点 我觉得有一些辛苦是应该要去做的 我会讲这个故事是因为 我知道这个人往生了 我应该要再去做更多的帮忙 我必须要有动力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我把这里讲出来 分享给各位 所以如果各位您想要在不动产里面 有一些不一样的突破 我建议你多参与社区的事务 也许它很琐碎 也许它很烦人 但是有时候你会变成是一个支持的力量 帮助你住的地方 帮助社会上不一样的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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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